这是一个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的老人的人生感言 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 命运残酷 悲剧沉重 然而生命如花 只有活着的意志 才是人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的东西 长篇小说 活着 作者 于华 演播 齐克剑 敬请收听 我爹已不是走在自家的地产上了 两条腿哆嗦着 走到村口 在粪缸前站住了脚 私下里望了望 然后解开裤带 蹲了上去 那天傍晚 那天傍晚 我爹拉屎时不再叫唤 他眯封着眼睛往远处看 看着那条向城里去的小路 慢慢变得不清楚 一个店户在近旁 在近旁俯身割菜 他直起腰后 我爹就看不到那条小路了 我爹从风缸上摔了下来 那店户听到声音急忙转过身来 看到我爹斜躺在地上 脑袋靠着粪缸一动不动 店户提着镰刀 跑到我爹跟前问他 老爷 您没事吧 我爹动了动眼皮 看着店户 嘶哑地问 你是谁家的 店户俯下身去说 老爷 我是王喜 我爹想了想后说 哦 是王喜 王喜 下面有块石头 割得我难受啊 王喜将我爹的身体翻了翻 摸出一块拳头大的石头 扔到一旁 我爹重有鞋躺在那里 轻声说 这下舒服了 王喜问 我扶您起来 我爹摇摇头 喘息地说 不用了 不用了 随后 我爹问他 你先前 看到过我 掉下来没有 王喜摇摇头说 没有 老爷 我爹 我爹像是有些高兴 又问 第一次 掉下来 王喜说 是的 老爷 我爹 我爹黑黑笑了几下 笑完后 闭上了眼睛 脖子一歪 脑袋顺着风缸 滑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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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我们刚搬到了猫屋里 我和娘在屋里收拾着 凤露 凤霞高高兴兴地 也跟着收拾东西 他不知道 从此以后 就要受苦了 家珍端着一大盆衣服 从池塘边走上来 遇到了跑来的王喜 王喜说 少奶奶 老爷 老爷像是熟了 我们在屋里 听到家珍在外面使劲儿喊 娘 福贵 娘 没喊几声 家珍就在那里 呜呜地哭声了 那时 我就想着是爹出事了 我跑出屋 看到家珍站在那里 一大盆衣裳 全掉在地上 家珍看着我叫着 福贵 是爹 我脑袋嗡的一下 拼着命地往村口跑 跑到凤岗前时 我爹已经断了气 我又推又喊 我爹就是不理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站起来往回看 看到我爹 我爹 扭着小脚 又哭又喊地跑来 家珍抱着凤霞 跟在后面 我爹死后 我像是染上了瘟疫一样 浑身无力 整日坐在毛屋前的地上 一会儿 眼泪汪汪 一会儿 哀声叹气 凤霞时常陪我坐在一起 他玩着我的手 问我 爷爷掉下来了 看到我爹点头 他又问 是风吹的吗 我娘和家珍 都不敢怎么大声哭 他们怕我想不开 也跟着爹一起去了 有时我不小心碰着什么 他们两个人就会吓一跳 看到我没像爹那样 摔倒在地上 他们才放心地问我 没事吧 那几天 我娘常对我说 人只要活得高兴 穷也不怕 她是在宽慰我 她还以为 我是被穷折腾成这样的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我死去的爹 我爹死在我手里了 我娘 我家珍 还有凤霞 却要跟着我 受活罪 我爹死后十天 我丈人来了 她右手提着长衫 脸上铁青地走进了村里 后面是一台 披红带绿的花轿 十来个年轻人 敲锣打鼓 拥在两旁 村里人见了 都挤上去看 以为是谁家 娶亲嫁女呢 都说 怎么先前没听说过 有一个人 问我丈人 是谁家的喜事啊 我丈人板着脸 大声说 我家的喜事 那时 我正在我爹坟前 我听到锣鼓声 抬起头来 看到我老丈人 气冲冲地 走到我家茅屋前 她朝后面摆摆手 花轿放在了地上 锣鼓吸了 当时我就知道 她是要接 家珍回去 我心里头 咚咚乱跳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娘和家珍 听到响声 从屋里头出来 家珍叫了一声 爹 我丈人 看了看她女儿 对我娘说 那畜生的 我娘陪着笑脸说 啊 你是说福贵吧 还会是谁 我丈人的脸 转了过来 看到了我 她向我走了两步 对我喊道 畜生 你过来 我站着没动 我哪敢过去 我丈人挥着手 向我喊 你过来 你这畜生 你怎么不来 向我请安了 啊 畜生 你听着 当初是怎么 取走家珍的 我今儿 也怎么接她回去 你看看 这是花轿 这是锣鼓 比你当初 取亲时 值多不少 喊完以后 我丈人 回头对家珍说 你快进屋 去收拾一下 家珍站着没动 叫了一声 爹 我丈人 使劲剁了下脚 说 还不快去 家珍 看看站在远处地里的我 转身进屋了 我娘这时 眼泪汪汪地 对她说 哎呀 行行好 让家珍 留下吧 我丈人 朝我娘 摆摆手 又转过身来 对我喊 畜生 从今以后 家珍和你 一刀两断 我们陈家 和你们徐家 永不往来 我娘的身体 弯下去 求她 求你看在 富贵她爹的份上 让家珍 留下吧 我丈人 冲着我娘喊 她爹都让她气死了 喊完 我丈人自己 也觉得有些过分 便缓下一口气说 你也别怪我心狠 都是那畜生 胡来 才会有今天 说完 丈人又转向我喊道 凤霞 就留给你们徐家 家珍 家珍肚里的孩子 就是我们陈家的人了 我娘站在一旁 呜呜呜哭 她抹着眼泪说 这 这让我怎么去向徐家祖宗交代呀 家珍 家珍提了个包裹 走了出 我丈人对她说 上轿 家珍扭头看看我 走到轿子旁 又回头 看了看我 再看看我娘 她钻进了轿子 这时候 凤霞 不知道从哪儿 跑了出来 一看她娘 坐上轿子了 她也想坐进去 她半个身体 才进轿子 就被家珍的手 推了出来 我丈人 向教父挥了挥手 脚子 被抬了起来 家珍在里面 大声哭起来 我丈人喊道 给我往响里敲 十来个年轻人 拼命地敲响了锣鼓 我就听不到家珍的哭声 脚子上了路 我丈人手提长山和轿子 走得一样快 我娘扭着小脚 可怜巴巴地跟在后面 一直跟到村口 才站住 这时凤霞跑了过来 她睁大眼睛对我说 爹 娘坐上轿子了 凤霞高兴的样子 叫我看了难受 我对她说 凤霞 你过来 凤霞走到我身边 我摸着她的脸说 凤霞 你可不要忘记 我是你爹 凤霞听了这话 咯咯笑起来 她说 你也不要忘记 我是凤霞 福贵说到这里 看着我 黑黑笑了 这位四十年前的浪子 如今 赤着胸膛 坐在草地上 阳光 从树叶的缝隙里照射下来 照在她 眯封的眼睛上 她腿上 沾满了泥巴 刮光了的脑袋上 稀稀疏疏地 钻出来些许白发 胸前的皮肤 皱成一条一条 汗水在那里起伏着 流下来 此刻 那头老牛 蹲在池塘泛黄的水中 只露出脑袋 和一条长长的脊梁 我看到池水 犹如拍案一样 拍击着 那条幽黑的脊梁 这位老人 是我最初遇到的 那时候 我刚刚开始那段 漫游的生活 我年轻 无忧无虑 每一张新的脸 都会使我兴致勃勃 一切我所不知的事物 都会深深地吸引我 就在这样的时刻 我遇到了福贵 他会声会色地 讲述自己 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像他那样 对我合盘托出 只要我想知道的 他都愿意展示 和福贵相遇 使我对以后收集民谣的日子 充满快乐的期待 我以为 那块肥沃 茂盛的土地上 福贵这样的人 比比皆是 在后来的日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 我确实遇到了许多 像福贵那样的老人 他们穿着和福贵一样的衣裤 裤裆都快搭了到膝盖了 他们脸上的皱纹里 积满了阳光和泥土 他们向我微笑的时候 我看到空洞的嘴里 牙齿所剩无几 他们时常流出浑浊的眼泪 这倒不是因为 他们时常悲伤 他们在高兴时 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 平静时刻 也会泪流而出 然后 举起和乡间泥露一样 粗糙的手指 擦去眼泪 如同胆去身上的稻草 可是我 再也没有遇到一个 像福贵这样 令我难忘的人了 对自己的经历 如此清楚 又能如此精彩地 讲述自己 他是那种 能够看到自己 过去模样的人 他可以准确地 看到自己年轻时 走路的姿态 甚至可以看到自己 是如何衰老的 这样的老人 在乡间 实在难以遇上 也许 是因为困苦的生活 损坏了他们的记忆 面对往事 他们通常显得木讷 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 搪塞过去 他们对自己的经历 缺乏热情 仿佛是道听图说般的 只记得零星极点 即便是这零星极点 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 用一两句话 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 在这里 我常常听到后辈们 这样骂他们 一大把年纪 全活到狗身上去了 福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喜欢回想过去 喜欢讲述自己 似乎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一次次地 重度此生了 他的讲述 像鸟爪抓住树枝那样 紧紧抓住我 正因为异常艰难 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 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 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 长篇小说 活着 作者 于华 演播 齐克剑 感谢聆听 感谢聆听